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外教英文,我是郝一博。 这个星期我们要讨论的是我的老家,香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港目前面临的情况。 学生和民众出来占领中环,香港警察的清场行为普遍被认为手段有点夸张。 他们看了太多武打片吗?以为他们是和明朝的将军打架吗? 最近几天我们也会制造一个拐楼台香港的影片。 在这之前,先介绍一些和香港情况有关的英文字。 香港是一个former British colony,前英国殖民地。 香港的英文名字叫Hong Kong。 你可能在问,这个名字来自于广东话的发音吗? 其实不是,广东话的发音是Hong Kong。 我个人猜,19世纪的英国人听到Hong Kong,然后坐船回英国。 坐好多星期的船,终于到英国,他们忘了正确的发音。 维多利亚女王问他们,What is our colony in Asia called? 我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叫什么? 他们就回答,Hong Kong? 你可以说这是英式的广东话。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管制。 英文,我们叫The Hong Kong handover。 回归之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这就是英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到的协议。 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国两制。 在One country, two systems的政策下,香港的Basic Law基本法 cannot be changed for 50 years, 50年不变。 本来英国希望香港会往一个民主的方向发展。 香港市民也希望2017年可以举行普选。 Universal suffrage。 让香港市民选择自己的特首。 Chief executive。 可是最近,中共的人大否决了香港市民提出的普选方案。 依照人大的决议,参选人必须先经过一个提名委员会。 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共肯定会透过这个程序来干预选举。 所以,谁会救香港? 蝙蝠侠! No,他忙着和超人拍片。 幸好香港有很多勇敢的年轻人举办了一个叫Occupy Central占领中环的运动。 Occupy Central和纽约之前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很像。 这两个运动都是一种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 为了公共的利益,进行可能违法的抗议行为。 但通常这种Civil Disobedience是和平的,不会伤害任何人。 根据报道,占领中环也是和平的。 可是警察的反应相当暴力。 使用Tear Gas Grenades,催泪弹试图把示威的民众撵出去。 But their plan backfired。 香港政府的行为造成了反效果,除了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也让示威者们更加坚定。 我看到有人说这是中国香港最黑暗的一夜,但也是香港人民最美丽的一天。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 接下来老外看中国会有更详细的占领中环专题。 如果你现在正在香港占领中环,请你们保重,注意安全。 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